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历史事件 改变历史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背景 工业革命的序幕 技术革新的起点 二 发展过程 蒸汽机的发明 工厂制度的兴起 三 后果影响 社会结构的变革 现代经济的奠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背景 工业革命的序幕 技术革新的起点 好的 大家请坐好 准备好一杯茶 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8世纪末的英国 看看工业革命这场大戏 是如何拉开序幕的 首先 我们的感谢一位名叫詹姆斯 瓦特的苏格兰工程师 瓦特先生在1765年 改进了蒸汽机 这一改进 可不是小打小闹 而是直接把蒸汽机 从有点用 变成了无所不能 瓦特的蒸汽机 不仅能抽水 还能驱动纺织机 断锤 甚至火车 这就像是给当时的世界 装上了涡轮增压器 生产力一下子飞了起来 说到纺织机 我们不得不提到 一位叫理查德 阿克莱特的发明家 他在1769年 发明了水利纺杀机 这玩意儿可了不得 能同时纺出多股杀线 想象一下 原本需要几十个工人 手工操作的工作 现在只需要一台机器 和几个工人 看着就行了 这就像是当时的黑科技 让纺织业的生产效率 大大提高 当然 工业革命 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 还有社会的变革 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城市化进程加快 农村的小伙子们 纷纷涌入城市 成为工厂里的工人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的伦敦 曼彻斯特等城市 简直就是人从众的状态 不过工业革命 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比如工厂里的工作条件 非常恶劣 工人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工资却低得可怜 还有环境污染问题 工厂的烟囱不停地冒黑烟 河流被工业废水污染 空气质量堪忧 可以说工业革命 是甜蜜的负担 既带来了繁荣 也带来了挑战 最后我们来点轻松的 你知道吗 当时的英国人 对蒸汽机的热情 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 有一位叫乔治 史蒂芬森的工程师 他发明了第一台 使用的蒸汽机车火箭号 这台火车 在1829年的比赛中 以每小时24英里的速度 赢得了比赛 成为当时的速度之王 可以说 史蒂芬森的火车 就像是当时的法拉利 让人们对未来 充满了无限遐想 总的来说 工业革命 是人类历史上的 一场伟大变革 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 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 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它带来了不少问题 但也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希望大家在了解这段历史时 既能感受到它的伟大 也能看到它的复杂和多面性 好了 今天的时空旅行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放下茶杯 回到现实世界了 希望你们都能从中有所收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发展过程 蒸汽机的发明 工厂制度的兴起 当然 亲爱的学生们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8世纪 看看蒸汽机的发明 和工厂制度的兴起 是如何改变了世界的 首先 让我们从蒸汽机说起 蒸汽机的发明 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引爆点 想象一下 在18世纪的英国 大家还在用手工和矗粒进行生产 效率低下 产量有限 然后突然间 一个叫詹姆斯 瓦特的苏格兰工程师 出现了 他改进了托马斯 纽科门的蒸汽机 发明了更高效的蒸汽机 瓦特的蒸汽机 不仅能抽水 还能驱动各种机械设备 于是蒸汽机就像是给了工厂一颗强心针 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瓦特的蒸汽机 不仅仅是个技术奇迹 它还带来了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 以前 工厂必须建在水源附近 因为水力是主要动力来源 而有了蒸汽机 工厂可以建在任何地方 只要有煤就行 于是 城市开始迅速扩张 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工厂制度的兴起 工厂制度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传统手工业的一次革命 以前 手工业者在家里工作 生产效率低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而工厂制度则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地方 进行流水线生产 这样一来 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产品质量也更加稳定 不过 工厂制度的兴起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工人们在工厂里工作时间长 条件恶劣 工资低廉 于是 工人们开始组织起来 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工会的出现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故事 传说在瓦特改进蒸汽机的过程中 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米勒 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有一次 瓦特在实验室里忙得不可开交 玛格丽特走进来 看到他满头大汗 便得给他一杯茶 说 亲爱的 休息一下吧 别把自己累坏了 瓦特接过茶杯 突然灵光一现 想到了如何改进蒸汽机的冷凝气 于是 他激动地对玛格丽特说 亲爱的 你这杯茶 救了我的蒸汽机 当然 这个故事可能有些夸张 但它确实反映了科学家们 在发明创造过程中 所需要的灵感和支持 总的来说 蒸汽机的发明 和工厂制度的兴起 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 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 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它们是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现代工业社会奠定了基础 好了 今天的时光旅行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蒸汽机和工厂制度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下次我们再继续探索历史的奇妙之处 记住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 它还是我们理解的 现在和未来的钥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社会结构的变革 现代经济的奠基 好的 大家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 既深奥又有趣的话题 社会结构的变革 和现代经济的奠基 听起来有点像是要上历史课 但别担心 我会尽量让它变得有趣 首先 我们得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想象一下 几百年前的欧洲 一个农民正在田里辛勤劳作 他的生活简单而单调 每天的任务就是种地 收割 养家糊口 这个农民的生活方式 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 是非常典型的 大家都过着类似的生活 社会分工也很简单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工业革命来了 蒸汽机的发明 就像是给这个农民的生活 按下了快进键 突然间 工厂冒了出来 城市开始扩张 农民们纷纷离开田地 涌向城市 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这时候 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原本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逐渐转变为 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社会 人们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 甚至思维方式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 这种变革对现代经济的奠基 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生产力的提升 工业革命带来了机械化生产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以前需要几十个人干几天的活 现在一台机器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这种生产力的提升 为现代经济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市场的扩大 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 商品的流通变得更加便捷 以前一个村子里的农民 只能在集市上 卖自己的农产品 现在他们可以把产品 卖到更远的地方 甚至出口到国外 这种市场的扩大 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再者是社会分工的细化 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职业和行业 人们不再只是农民或手工业者 而是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 社会分工的细化 使得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 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教育和科技的进步 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 也推动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更多的人接受教育 更多的科学家进行研究 更多的技术被发明和应用 这些都为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 工业革命真是个好东西啊 但别忘了 任何变革都有其代价 工业革命带来了环境污染 劳工问题 社会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在当时和现在 都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 总的来说 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现代经济的奠基 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过程 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希望大家在了解这些历史背景后 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也能在未来的变革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能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谢谢大家 亲爱的观众们 感谢你们的耐心和陪伴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了时空 回到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探索了蒸汽机的发明 工厂制度的兴起 以及这些变革对社会结构 和现代经济的深远影响 从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 到理查德 阿克莱特的水利仿杀机 再到乔治 史蒂芬森的火箭号蒸汽机车 这些发明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 还引发了城市化进程 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 工业革命的浪潮 让我们的世界 从农业社会转向了工业社会 为现代经济的繁荣 奠定了基础 尽管这场变革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劳工问题 但它也推动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让我们在现代社会中 享受到了更多的便利和机遇 总的来说 工业革命是一场 既伟大又复杂的历史变革 它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也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希望大家在了解这段历史时 既能感受到它的伟大 也能看到它的复杂和多面性 好了 今天的时光旅行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都能从中有所收获 并对这段历史有更深的理解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让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 记住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 它还是我们理解 现在和未来的钥匙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期待下次再和大家一起探讨 那些有趣的历史和科学话题 现在我要去喝一杯茶 放松一下了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留下你的评论 让我们继续这个有趣的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